再过几天呢就是农历除夕咯 一大早很多民众抢着到建国的花式 采买新鲜美丽的花卉要放家中来应景 目前最近连线许中颖告诉大家 中颖请说 好 谢谢主播 各位观众早安 谢谢记者一大早来到建国花式这里 那我们可以看到一大早非常多的民众 就赶来花式这里要抢买过年放在家里的花卉了 因为再过几天呢就是礼拜四 就是顾农历年的除夕了 那么许多民众一大早来这边 这个花卉今年非常多 那么其实价格也稍稍微幅的做了一些调涨 像是我们看到这边有虎头蓝 还有这个太阳花 那当然还包括这个许多人买的 这个康乃兴其实涨幅都涨了一成左右 那么其实像这个建兰啊 还有百合花 非常多人买来这个招财的百合花 也都涨了三成左右 那么还有蝴蝶蓝这个颜色 看起来非常鲜嫩粉红的蝴蝶蓝 也卖得很好 不过它今年涨了三成 而且还卖到缺货了 从年中就开始缺货 那么花卉非常的多 民众都抢来赶着买 花卉现场真的是非常的热闹 非常有过年的气氛 那么以上就是现场资金情形 直播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